你当真一亲了 看不出啊 你这出趟远门 竟顺手拐了个狼迅回来 明明年纪比我小 成亲劝在我前头了 不过这个娄瑶 之前跟何昭君有过婚约 好像总是被羞辱欺负 太老实了吧 我就是喜欢他老实 我阿富阿姆也不喜欢阿瑶 可这么听话的狼迅 要上哪儿找啊 我修起房屋 他递我工具 我锻造农具 他替我拉香 我被阿姆责罚的时候 他还偷偷送酒给我喝 若子 甚好 不对啊 听你这么说 这些活计 连房也能干啊 二姐 两个人在一起 两情相悦才最重要 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 找个玩伴做狼迅 再好不过了 也有道理 那以后 我也找个听话的狼迅 我打架 他便帮我递半棍 我受伤了 他能帮我包扎 可不能像你子兄那样 天天就知道顶撞 我子兄并非是为了顶撞 万七七 你又胡说甚哪 找狼迅当然不能找 只会纵容你的 你得找个能鞭策你 能激励你的 我是找夫婿 又不是找夫子 我干吗找一个 这样赌心的人 来糟蹋自己 韶公 你不是会占卜算命吗 帮我算一算 看看未来夫君 找什么样 要是 七七 啊子 你的未来郎婿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眼前 哪有啊 你酸得准不准啊 来 闪开 打着我寻有缘了 少上 不是 少上 这七七鸭子的眼神 莫凡有问题 我看着挺好的 弟夫你这还病着 就别再送了 你说呀 女人就不能太过要强 你敢承贤立位照顾你 这都受成杆了 万兄可曾见过我 这么粗壮的杆 我说七七之前 怎么都不肯把陆京给我 原来是要送给你家小子 还是七七有眼光 知道陆京最配我们成家儿郎 你怎么办 七七 回府了 宇俊 咱们家 怕不是要双喜临门吧 这群皮猴子 回都城已经有大半载了 再怎么荒废啊 怕是要访天 依我看 得给他们请个夫子 规规矩矩地开个家学 传授些盛行的道理才行 夫人这个主意好 我也觉得他们欠收拾 是该增长去学识了 是吗 城家要开家学 想去白露山 求学子施教 这城家还真是舍尽求远啊 普天之下 除了夫子 谁能比我更合适 公子这意思 不愧是想要去城家 当那什么夫子吧 皇甫夫子惦记着丧师叔 让我平日里多照看一耳 我怎能违背师命 丧师叔不是在华县吗 丧师叔最喜欢的 便是他那不着调的 侄女程少商 白露山此番来信 是想我推荐师兄弟 不如我自建 替丧师叔分忧 好好调教一下城少商 免得他嫁人前 懵懂莽撞惹人嫌 这城家是替家中的儿郎 招夫子 可不是替女权招女士啊 圣人有云 有教无类 我是那等 轻视女眷之凡夫俗子吗 自然是要将女公子们 一并交好 那是轻视女眷的事吗 那分明是人家 他根本就没想找你啊 停车 这还没当呢 怎么就停车了 公子当真要厚着脸皮 自己自建到城家 当那什么夫子吗 哪有人放着官不做 跑到群立侯家学里 当一个区区的夫子 谁说没有 皇甫夫子 如今不也致逝回白露山 专心育人吗 天地君亲师 师者并不输给 任何栋梁公骨 你别瞧不上夫子之位 想来城家争当夫子的 怕是不傻啊 这楼公子今日穿戴 当真金身 怎么还有楼家众夫人随行 想必不是来城夫子 怕是来慧亲家吧 公子 既然城府今日有贵客 不如咱们改日再来 回府 公子 公子终于想到了 谁想通了 我要回去换一身 比楼公子 都要更精神地尝尝 万不可在未来学子面前 失了气势 好啊